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学习板块 学完了抖音电商人必备的后台操作后 今天就来到咱们正式开播前的准备环节了 那今天这节课首先我们来讨论讨论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开播时间段 有次呢我们给罗永浩老师做直播 在开播前呢要同步给所有团队 包括客服投放选品等等部门 我们的开播时间段 然后我们同步的时间段叫做直九点五十二分 当时招商负责人就问我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精确 难道是火箭发射时间点吗 我们说不是的 开播时间呢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设计好的 那么如何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开播时间段 给大家两个小技巧 第一个是利用好三方平台去确定合适的开播时间 第二个就是利用好电商罗盘 现在罗盘的功能也很方便 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 第一个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去确定咱们合适的开播时间 第二个呢通过电商罗盘去确认合适的开播时间 先来讲讲三方平台工具 这里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蝉妈妈 蝉妈妈有一个直播大盘的功能 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看播热度的大页面 第一个板块叫开播人数 我们把这个开播热度给它打开 就可以看到全天24小时不同时段的一个开播人数 大概的一个区间 怎么样去选 当然是选择开播人数少的下降的这个阶段 比如说我们圈出来的11点到12点钟 因为这个时间段我们去开播竞争压力小 我们都知道抖音是赛马机制 开播的人多就说明抢量的人多 抢到客户的难度就越高 所以选择开播人数下降区间 说明这个时间段呢开播的直播间少 竞争的压力也会相对小一些 接下来看第二个就是看播人数 选择看播人数上涨的时段 对吧 这个时间段看播的人变多了 说明用户增加流量在上升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选择两者之间的一个交集 就是开播人数下降且看播人数上升的时间段 它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弯倒超车的好时段 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两个曲线 相交或者距离最近的那个时间段的 前置5到15分钟做开播 因为前置时间段咱们要承接急速流 对吧 这个就是最适合的开播时间段 玩转了馋妈妈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电商罗盘 电商罗盘在更新之后的功能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去自己登录看一下 点开直播整段这个界面 在巨量摆印 在巨量后台操作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了如何去点开 对不对 这个界面里会有四个选项 直播时长 曝光 曝光进入率 千次观看成交 我们把鼠标点击你的直播时长按钮 如果说开播时间段有更优解 平台会自动给你一个诊断分析 直接告诉你什么时间段是平台的流量高峰期 以及跟你同行业同级别商家他们喜欢的开播时段 那么综合下来推荐给你 你适合什么时候开播 周末还是工作日适合播多久 如果说做了这项提升之后预计可以提高的GMA是多少 是不是很好用 如果说这一项点开之后没有推荐啊 代表说你的开播时间段和时长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没有什么优化空间 继续播就行了 好的 总结一下 我们教了大家两个方法 第一个如何利用禅妈妈去确定咱们的合适的开播时间 去通过整个大盘的分析选择开播人数下滑和上播人数增加的这个时间段去进行开播 反推是5到15分钟啊 这个时间点就最合适 第二个通过电商罗盘去确定 开巨量百应后台直播诊断的功能就可以直接来到刚才给大家展示的界面了 那么也会有非常清晰的指导和建议 学会了这堂课 大家赶紧去操作起来确定一下 如果你开播最佳的一个时间段是多少 你的火箭发射应该在什么时间点 好了 这个板块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我是嘉欣 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再见